在访问英国期间 奥巴马提醒英国领导人 如果他们离开欧盟 英国将会在美国贸易条约名单的尾部 奥巴马在其访问的三天时间内 试图说服英国选民 在6月23日的全民公投中 选择留在欧盟 美国总统让英国领导人感到震惊 他公开地说道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 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奥巴马总统在接受BBC采访的时候说道 对英国来说最好的就是 可以去帮助带领强大的欧盟 我不认为欧盟会弱化英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一切都被夸大了 他补充说道 美国希望英国的影响力可以加大 包括在欧洲 总统明确地表示 他的首要任务是与欧盟的28个成员国协商贸易协议 英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美国领导人的讲话激怒了赞成英国退欧的选民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直接性的威胁 以及干扰了英国的政治 伦敦市长鲍利斯约翰逊快速反击说道 关于英国将会排在自由贸易条约的对委的警告 很荒谬 他补充说道 在过去的43年当中 英国从来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条约 因为我们处在欧盟当中 有些人士认为奥巴马的发言过于夸张 他们并不认为签订自由贸易协议需要很长时间 因为美国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处理过类似的事件 只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在大纲上 在总统离开后 英镑升值至本月最高 目前美国总统正在德国与他的亲密盟友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会面 就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以及中东和乌克兰的安全性问题进行讨论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我是基亚哈利勒 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网站 可以了解更多最新精彩内容 再见